Laptop哦 可以熬的咩 What 它到底是个平板还是个电脑 好像穿越了这样耶 这是一个未来的产品耶 How is future? 影片开始之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软了一头黑发 今天开箱的这台电脑 它不是普通的电脑 它是一个未来的电脑 但是有在Malaysia吗 I vary the future 是不是代表说 Malaysia is the future Malaysia Bolly October 这台呢就是AXO新推出 可以折叠的电脑 Zenbox 17 4 OLED 啊 凯特 全球第一款17寸2.5K OLED折叠式电脑 折叠手机,折飞机,折衣服,折什么鬼我都见过 我就是没有见过折叠电脑 它让的是Microsoft Windows 11 HomeOS 里面有一个Snap layout功能我很喜欢的 就是当你同时开两到三个Tab的时候 一个Button它会Auto帮你对中位置拉到FitFit 不用你自己慢慢在那边调啦 然后第十二代Intel Core i7-1250U处理器 16GB LPDDR5 RAM 1TB PCIe SSD 那是Dolby Atmos全景省视喇叭 经过了Harmond Cutter音质调教 而且Zenbo 174还机关算进到一个程度 旁边有空位的地方都给它塞满喇叭 音效怎样不好咧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刚刚一拿到 那个第一反应就是 干饭黄 Laptop哦 可以熬的呗 Bro 熬断了会不会要我赔的 多么情人 就不小心问了很多问题 那个激动跟我六年前第一次见到小米 Mexos一样的感觉 不可思议 So它是怎样用的咧 第一招 包子好像拿着一本书这样子用 手指还可以刚刚好握 第二招打开背后的支架 当成Tablet用 你可以摊平 可以立起来 第三招 熬一半 Tablet上下用 第四招 加个键盘 普通电脑样子没放下来咯 而且键盘可以选择直接叠在screen上面 或者是放在外面用 screen size方面 平平打开是一片17.3寸屏幕 支持touchscreen2560x1920解析度 熬一半之后就变成两片12.5寸的screen 一台折叠机最关心的就是 折痕问题啦 我之前就已经拍过一个短片 短片之前 我也开开逛逛过很多次 但是 一个正式的开箱视频 大力测试是不能少的 经过我的温柔测试之后 开始screen看咯 其实不会太明显 完全不影响使用 但是如果你关着眼睛 你用心去感受 是会摸到凹凸的那一条线的 我以为screen越大 那个整合就会越明显的 但是如果我compare 跟折叠手机的话 这个ZenBook 17 Full OLED 它的折痕还要再少一点 CAMERA 过来一下 你来看一下近距离 这两个折起来的地方 它其实是分成两边的 然后用软性材质来做过渡 通常折叠类的屏幕啦 它的边框都会比屏幕高出一点点的 这个原因就是为了保护那个screen 那个凸起来的边框其实蛮明显的 一摸就摸得出来 是那种按下去会回弹的那种软材质 那是不大影响使用啦 脚链部分听说是可以耐三万次 对于我一个整天把laptop 带出带进的人来讲 一天我会开10到20次的话 这样子算起来 其实它是可以耐四年 这样四年之后怎样办呢 你算得出了第四代咯 Bucca 关起来之后咧 因为它两片都是screen 所以 它是比普通laptop再厚一点的 但是这个厚是有好处的哦 等于脚链很结实 底盘够稳 所以当我慢慢关起来的时候 每个角度都可以悬停住 它不会auto-gap起来 好啦 接下来就是这片screen也不美咧 100%DCI P3 色域 Display HDR True Black 500 这个功能是确保 还有足够的亮度 看影片的时候 就可以强化视觉上面的色彩啦 哦对有一点很重要 因为哦 它是一个touchscreen的电脑嘛 所以哦 本个使用体验下来 就好像我用这个大平板的感觉 我会不小心哦 往旁边摔 就好像back to home page 或者往上面摔 好像back to home page这样子 但是哦 这个大平板 它不是平板 它是电脑 而且是可以随时变成的 对 它是大平板还是电脑 它是 大电脑 90度翻转可以 180度截跌可以 嗯 外形上面很有质感 深蓝色玻璃后盖 光照到logo的时候 会有一点反光 未来感应该就对你来的啦 配上一层皮革包裹着 这个皮革不能拿下来的 折叠的时候 会跟着动作慢慢移动 拿在手上是真的 有feel 想象下 你去一个cafe 然后你坐下来 你又在又在的 打开你的电脑开始做工 这个回头率还不100% 整机重量1.5kg 加买键盘2kg 包在手上5分钟 就够你累了的啦 但是这台电脑看的不是重量 它是价值 和钱的味道 反正我觉得这台东西拿来看戏 掌 presentation 掌 拿来看map 掌过人啦 再来一个很sweet的小细节 机身底部有两个小小的软角 我猜 1. 所以给你分清楚哪里是底 哪里是头 2. 平板倒放在桌子 不会直接碰到电脑 有一种保护的feel 好啦来到配置方面啦 好过来之后 顶部这边有一个500万像素的红外摄像头 支持飞闪咯 动口有两个Type-C的Thunderbolt 4 还有一个3.5mm的耳机孔 OK就这样没有了 没有你们要的Type-M 没有你们要的HM Inni啦 未来电脑的样子 就这么的看破红尘 这么的无欲无求 有一点要注意哦 因为这台电脑它是未来来的 所以它的那个开关按钮 还有音量按键都不是普通laptop在的位置 它在这边还有这边 这个位置的逻辑是更像平时用平板的样子 所以我们凡人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的 键盘上面 它是e-set的 买来就会随机不松 你不用自己买 很轻 手感还算不错 键程1.4mm 它是不用cable连接的 ZOOP 磁机上去是可以直接开始用了的 用完了就拔下来放进bag 不大沾位置 键盘本身有开关 Button还有Type-C充电口 Button boy 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键盘的那个质感 它这边哦 是那种磨砂的 然后前面有点皮革 素皮的颗粒感 电池部分75Wh 其实我一直觉得啦 折电手机是比普通手机更加吃电的 因为它是有两片Stream 更何况是一个这样大台的折叠电脑 但是ZenBook拾起4OLED的续航 比我想象中还要久 文书处理真的是可以耐久个小时 后来我发现 是因为处理器 有Intel EVO认证这回事 我记得之前影片是有讲过的 还有我讲了一次啦 这个Intel EVO Logo 你们认住它 以后你们买电脑去哪里都好 你只要看到这个Streamer代表说 你们可以买的 因为它的性能是有guarantee的 因为要拿到这个EVO认证 是要达到Intel的包准 包准 包括参数 性能 电池 都叫Hit到一定的level才可以拿到的 比如说基础平均要达到3.0GHz 到4.8GHz 或者是Tunderbolt 4等等 这样这个ZenBook 17 4OLED 就是拿到的 结束前再补充一点 它睡了之后 再打开的那个速度 是不是有够快 总结来说 这个电脑除了可以折叠这点 吓到我之外 它还让我很confuse 到几点 它到底是个平板还是个电脑 首先它是用WindowsOS的 再加键盘一个 它日常使用起来 就是一个电脑 但是它的外形 它的使用方式 还有它的button位置 是平板的哦 你不要问我什么 这台是不是可以取代平板 它就是给你一个 完整的电脑体验 再给你一个完整的平板体验 它不是取代 它是融合 这样你问我还有没有缺点 是有的啦 它就是比普通的平板 再重一点 然后比普通的电脑 也是重一点啦 但是你看它这个touch screen 你在看它这个大屏幕 这样用的手 你还可以开到17寸哦 不然用的手 你又可以关起来变小小哦 价钱马币14,999 接下来这句话 是我之前短片的时候 有讲过的 它贵吗 是贵的 但是它帅吗 又很帅的哦 但是你想看一台折点手机啦 随便得到七八千的话 这样一台折叠电脑 要十五千好像 没有很合理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到AXOS Concerto 去玩玩看 可能一个不小心就 夹到你了咧 好啦 想要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和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nding要打开一下 这样子 这样子做Ending ẩn ivo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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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感谢观看